说天下 我们先来说一说支付宝的新功能吧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还记不记得 不久之前支付宝上线了一个叫干福通 它曾经推出过全国首款电子结婚证 干福通 这事挺新鲜 结婚证还有电子版 而且刷脸就能领了 今天更新鲜的来了 是吧 离婚证也有电子版 这个是怎么去领呢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详细地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是啊 首先言而总之 大伙可能有疑问 这个干福通到底是什么东东 正确答案是江西省政府和支付宝合作 推出的一款小程序 包括了社保 交通 出入境 税务等多项便民的服务 其实说白了 像电子结婚证也好 电子离婚证也罢 目前是只适用于江西的小夫妻 其次 大家肯定想知道吗 那证件长什么样啊 又怎么样去领取呢 下边这个知识点就来了 拢共分三部 第一步 打开手机支付宝 第二步 搜索干福通进入服务页面 第三步 在我的卡包里边 找到一张红色和一张蓝色的电子证件 按需领取 显而易见 这红色的是电子结婚证 蓝色的就是电子离婚证了 还是挺方便的 是啊 不过这项便民服务语处 广大网友都炸了锅了 有人说 这样离婚是不是太草率了呀 这事难道也得快认一步啊 还有人说 我离个婚 凭什么让知识宝先知道呢 这个干福通嘛 就让知识宝就知道了嘛 再往后呢 离婚时的这个分手词 可能都得这么说 咱们呀 虽不是网友没经历过网恋 但最后却在网上离婚 感谢互联网的辩解啊 其实这些都是误会 就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在支付宝领取电子离婚证 其实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前提的 就是已经在民政局办理完离婚手续了 有人要问 那我离婚证都在手了 还要电子证件有什么用呢 这用处还是挺大的 你比如说购房啊 贷款啊 房产过户 财产公证 方向面面都会需要 电子证件在未来绝对是发展的大趋势 相信要不了多久 咱们再出门办事 就不用携带纸质版的这个原件了 再或许纸质版的证件 终有一天会成为历史 会被尘封起来 以后都是电子版